肺结核的具体症状 一、呼吸道症状 表现为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胸脉等等 儿童表现为哮喘等症状 特别是5岁以下的患者 二、结核重度症状 包括疲乏、到汗、低热、月经不调、消瘦和食欲差等等 当出现以上这些症状 既然怀疑可能是患了肺结核 如何预防肺结核 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注意个人卫生 不要随便吐痰 二、室内经常通风换气 特别是有中央空调的办公区域 更要加强重视 三、肺结核患者 有痰时一定要吐出来 不要下咽 不要随便吐痰 应把痰液吐于纸上包好纹烧 或吐在有消毒液的痰语中 四、肺结核患者大声说话 咳嗽 打喷气是要眼中口鼻 不要对着他人 穿哑气也应少去公共场所 外出应配戴口罩 五、充足睡眠 加强营养 适当锻炼 保持良好的心态 防止免疫力下降 六、结核病治愈后不会产生抗体 还是要照常预防结核 这几种结核病也要防范 一、密尿结核 密尿结核发病比较隐秘 因此诊断较为困难 也容易被误诊为尿路感染 密尿系统结核为第二大肺外结核 以肾结核为主 肾结核的主要原发病造为肺结核 主要感染方式是血型波散 二股结核 结核菌大多首先发生在肺部 在肺部感染后 透过血液传播到全身多个系统 可以导致蜈合系统结核 密尿系统结核 消化系统结核等 所以股结核不是单纯的病变 是全身疾病在局部的表现 三、心胞结核 心胞结核是由结核菌进入了人体的心胞 而造成的疾病 结核菌通过呼吸进入人体后 会通过淋巴系统跑到出头发 指甲之外的任何一个部位 华龙网综合 如果喜欢短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